大家好,我是冰咚郎 我是MK 今天要來到我們平時開什麼系列 這次我們來開的是我們PS系列所出的雷姆 這是什麼樣的裝扮呢? 這是他穿的蠻豬腳的外套 然後裡面還是一個Bikini的概念 所以這是代表什麼?代表夏天又來啦 那我們現在簡單看一下它的外套 它的外盒呢 即使跟我們上一支影片都差不多 PS系列的外盒都是做得蠻漂亮的 那一樣的都有陣子 我們直接就來開箱了 好,現在我們就開始來開箱啦 那我們就直接先把它的膠給拆除 挺拿出來 看到其實它的防撞都是做得差不多的 然後這次的底盤也是跟上一支影片是一樣的 它都是透明的系列 所以它裡面就有一個底盤的配件 跟一個本體 它就像是這樣子 好,接下來就是到我們開箱本體的部分啦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一支雷姆 想看它穿這個外套 是不是很心動 這次雷姆的外套呢 其實它的色在我這樣看來 其實有些比較細節的地方 都有異色的問題在 但是它Bikini的部分其實做得還蠻不錯的 它的色不會因為是Bikini的線啊 或是那些小圖案而去重疊到 其實還蠻好的 然後再來我們從上看到下的話 臉的部分絕對是沒問題 每次PS70它的臉其實都做得蠻精緻的 我現在看到鞋子其實讓我有點生氣 為什麼生氣呢 是因為它的鞋帶就變得很麻煩 就是讓我想要把它起來重開 我自己把它來重開 後面的部分呢 它的外套是做的是一個 有點像砰砰砰的感覺 它是很飄逸的 其實會讓你有一種蠻生動的感覺 它的外套做的這些皺摺跟漸層 其實我覺得還做得還蠻不錯的 還蠻不錯的 然後再來看到它後面的頭髮 它的細節有到 然後也不會有太多的顏色溢出來的問題存在 包含頭式也都是 所以說以上班人來講 不是覺得做還蠻不錯的 那再來我們看底盤的部分 這支底盤也是屬於透明的 透明的系列 這支也配合這個主題 做一個夏日的感覺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它裝起來看看 有沒有一些 沒有辦法契合的問題 或是不穩定的部分 這支有點APA7的概念 好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組裝起來的感覺 其實是很穩的 很穩的 然後它的契合度就是 我剛剛這樣再刺啊 哇是很緊的 所以說也不用怕 它會有忽然跌落的問題所在 但是還是要小心保護 但是男人就有點好看 好其實這樣整體看起來呢 是非常的漂亮 好現在我們來對 這次推出的夏日容裝的雷姆 做一個評價 我覺得對它的評價其實還蠻不錯的 因為它的頭髮呢 其實做的還蠻好的 就是有做一個夏日的感覺出來 那它的外套呢 做的細節呢其實也還蠻不錯的 它的皺褶啊 然後飄逸感都有出來 那個程式是蠻不錯的 當然就是它的柳妝的部分 也是做的很漂亮 也沒有藝色味 整體來講 它的動作呢 是一個非常生動 非常可愛 對讓你看到呢 就會有一種 背心笑的感覺 那除了動作以外呢 我也要特別稱讚一點 就是它 跟上一隻一樣 它這次也是沒有支架的喔 沒有支架 只是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都蠻擔心說 會不會有戰力不穩的問題 其實這隻女生 它是完全沒有 它是非常穩的 那喜歡雷姆的啊 或是因為我們吃 真的是很值得去剁手的一個公仔 影片的最後呢 我們就來到抽獎的環節啦 那這次呢 就是需要在觀看影片的你們 把我們按讚 訂閱 以及分享 那留言呢 留言要留什麼 請留言冰凍浪 把我的女朋友還給我 好 就是留這一段話 在下面我們就會把這一隻的公仔 抽出 給正在觀看影片的你們 敬請期待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拜拜